哈喽大家好我是嘉辉今天呃这个视频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呃身为一个外国人如果要到新加坡开设公司呢需要花费多少钱那你们需要到底要开设一个呃成一个崭新的公司呢需要需要准备多少费用而且呃也要和大家简单的呃描述一下那个整个流程到底是怎样的啊呃那先呃在我开始之前呢那我先 自我介绍一下那这是我们的官方网呃cn.singaporesecretaryservices.com那我们呃在呃这这个领域呢也运营了有好几年了那我们主要呢呃提供呃专注为海外企业呢提供一专四的那个专业服务那就是简单的来说呢如果呃呃身为一个外国人呢你可能在外国在外国你已经有 已经原有的企业还是你要在新加坡成立一个崭新的业务呢我们可以帮你呃做呃公司设立还有呃当然公司设立了之后呢就是呃开启你们的银行账户那除此之外呢再进一步如果你们需要我们提供运营的管理呃会计服务或者呃申请到人力部去申请工作准证等等呢 我们也有执照去呃提供这些服务的所以呃这就是我们所所做的东西然后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去多多了解一下呃我们通常会在那个网站那边呃呃 填上很多呃呃不同的呃我们就会在部落格上写写很多关于啊好像在新加坡留学啊需要注意些什么啊如果你们有兴趣在新加坡买房地产啊所要知道的的的的资讯啊像如何贷款啊外国人需要给多少税啊等等的啊我们都会放在这个网页上所以可以到这个网页网址去呃参考参考 好那我们回到今天主要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ok 那在新加坡设立公司呢其实费用也不是非常的昂贵那我们的公司呢所收取的费用呢就是呃第一年的就是795块那这795块新币呢包括了呃公司成立的费用 还有一年的公司秘书服那每一家每一家公司新加坡公司的里面都必须有一个呃公司秘书的那除此之外呢 因为您是外国人呢所以如果那个外国公司里面呢有多少位董事或者股东是外国人呢每一个名字呢都必须在收取额外的新币150块呃这150块呢是用来支付官方的审核费用的审核什么呢呃就是呃最主要就是审核这一个呃外国人呢是不是打个比方是不是政治风险人物或者是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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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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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中的股东还是 呃 董事呢是新加坡人呢 还是新加坡拥有居民呢 那只要乘上身份证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们是外国人呢 就必须提供有效的护照 而且也必须提供一些文件的来证明你 的住家地址是正确的 所以这些东西你们必须先准备一下 然后提供给我们 那除此之外呢 第二第二点呢 就是当然要选择一下你们 公司所需要的名称 那一般上我们会建议的 你们准备三个不同的选择 呃 尤其是如果你们所要用到的名词呢 是比较 呃普遍的 那可能已经已经给别人用了 那不可能有有两个一样的 所以就准备三个了 然后如果第一选择用不到的话 我们就用第二选择 要不然就第三选择 然后呃 第三点呢 就是呃 这个呢 就是每一家新加坡公司呢 我必须要拥有一个当地董事 当地董事的意思就是 那个董事呢 必须是一位居住在新加坡的人 他可以是新加坡公民 也有可能是一个永久居民的身份 最主要就是他要居住在新加坡 呃 如果你们已经有适合的人选呢 当然就可以用了 呃 就可以用他们来做你们的当地 董事 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也有提供这个代理董事的服务 呃 这服务的这个代理董事的服务的费用呢 每年呢 我们会收取一个2000元的新币的那个代理董事服务 然后还有我们也会呃 需要收取一个3000块新币的押金 那这个押金呢 到时候呃 可能过了两年后 你们可能已经找到自己适合的当地董事 你们不再需要我们这个代理服务的话呢 我们将会把押金全权退还给你们 那设立公司的流程呢 快则一两天呃 慢则两个星期 这一个呢 我们也说不上一般上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可能就是在一两天之内呢 就已经被会被批准 那可能有时呢 那你们选择的公司名词呢 名字名称呢 会呃 带有一些争议性呢 那可能那个政府机构就会呃 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审核 所以你们有可能就需要等上一个星期 到两个星期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也说不准啊 就是给大家一个心理准备 一般上那个流程是挺快讯的 那第二步呢 就是当然我们拥有了所有的这些资料的 我们就会把它呃整理一下 然后我们也会圈圈的帮助你们把呃 把表格填上 因为保呃填上表格呢 都是用我们的呃新加坡的那个官方官方语言的就是英文 呃呃 我们就会填上那些表格然后呈上去 那当我们在呈上这个申请之前呢 当然我们会必须先呃需要跟顾客呢 收取那个设立公司的费用 那我们就会把发票发给你 那你们就需要呃先付了这一个呃设立公司呢 795块呢 我们现在要收到 那我们才可以呃 才可以呃帮你们设立这些公司 那需要注意的这个呃 呃这一这一个部分呢 就是你们要呃付这个款的时候呢 就必须由呃那个公司里面的其中一位董事 或者股东的名誉呢 要用他们的个人名誉来 来把这一这一个费用呢 发过来我们新加坡嗯 换句话来说呢 那如果呃换句话来说 如果那公司是由您来成立的 那有了你你你你自己是股东也是董事 那个795块呢 就必须要从您的账户 在外国的账户呃 把钱发过来 不可以说呃用你的朋友 还是家里人的名字来付这个费 这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是不接受的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 那到到当到时候你们要设立公司的话 我们也会一再提醒 那呃最后一个步骤呢 就是当我们收到这个呃设立公司的费用 那我们也有了你所有应该乘上的资料之后呢 我们就会把它整理整理了之后呢 我们也会做一个合规性的检查 呃什么检查呢 之前我说了就是简单的检查就是 呃要看看所有的董事跟股东 有没有呃富有有政治危险人物啊 是不是恐怖分子 或者你来自一个受财制的国家 这个我们也不接受 呃呃我们可能也会需要知道 你这一个公司呢 呃设立的那个呃 所要所要运营的生意呢 到底是是基本上是要做些什么的 那我们也要知道那因为呃我们新加坡政府也会非常的机会 呃有外国人来新加坡设立公司呢 呃为了做一些不合法的洗钱活动 所以这个我们呃必须呃 必须检查一下了 然后然后呃有了这些之后呢 我们就会帮你乘上去设立公司了 那像我说的呃可能一两天或者可能一两个星期 所以当这一个呃申请被批了之后呢 呃第二第二件事需要做呢 就是要帮你们开设呃公司的银行账户 所以这个我们也可以帮你们做 那你们就会公司 你们的公司就会在新加坡本地呢 有一个银行账户 那再进一步的话呢 如果你们需要聘请外国人到你们公司去做工之类的呢 我们也可以帮你们呃办理那个呃呃 申请工作准证 然后所以呃 就申请公司就这么的简单的完成了 我觉得本人觉得最重要就是呃 要先把所有的资料先准备齐全 然后乘上来 然后那个呃 设立公司的流程就会非常的呃方便跟快讯 那如果你们有呃 对于这个设立公司呢 有进一步的问题想要想要了解的话 你可以呃直接联系我 然后我我名字叫嘉辉 那呃 现在呃 荧幕上呢 有我的个人账号 可以加我微信 或者可以呃跟踪我们的公众号 也是因为我们时常会把呃 呃在新加坡的那些呃情况啊 资讯呢 都放在这个公众号上面 那好 那就呃 和大家说到这里 那接下来别的视频呢 就会慢慢和大家探讨 在新加坡呃 设立公司啊 或者移民公司啊 所有不同不同的话题 那就再见了 拜拜 拜拜